好来关心这个最新讯息 南加州地方选举现在正在进行投票 总共有13位的华人参选 听说战况非常的激烈 我们现在连线给东森新闻的记者叶洪志 请他来分析一下洛杉矶的选情 洪志你好 你好 嘉雪你好 主播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洪志今天是洛杉矶市的重要日子 因为今天是市长选举日 听说现在有8位候选人在角逐 竞争非常激烈 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目前的选情战况如何吗 好的 那么首先是8期选一期的 这个洛杉矶市长选举竞争激烈 那么因为竞选的人数很多 那么今年还特别的出现 所谓三强秉立的局面 为什么这样说 简单分析下的选情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目前有三位候选人的民调最高 那么分别是民主党籍的市员 贾西提 贾西提 以及非洲裔的女性候选人 菲利 詹佩莉 那么还有洛杉矶市的女主继长 格鲁仁 温迪 格鲁仁 那么这一男两女最有机会胜出 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 根据洛杉矶市的市长选举办法 候选人得票数一定要过半 才可以宣布党选市长 那么因为票都被这三个人给分掉 所以早上就有主流媒体在预测 如果今天的市长选举 很可能会出现难产 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根据竞选办法的话 今天得票数最高的两位候选人 也还要等到5月21号 要进行第二轮的决选之后才能分出胜部 好的 我们也知道 现在战况又非常激烈 大家当然也很关心的是 华人城市的选举部分 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目前各城市的选情战况吗 是的 那么是这次呢 特别有五个城市的华裔候选人参选 那么分别是蒙特利公园市 罗斯密 圣盖伯 田普市 还有席瑞都市 那么其中有两个城市竞选 非常激烈 那么首先以蒙特利公园市来说 它包括了五席选两席的市员选举 有两位华人参选 分别是梁桥汉汉 陈战兴 那么另外呢 也有角逐书记长一职的陈隆文 那么还有财务长一职的林达殿 那么这三个职位呢 是不是最后都能够成功当选 开出漂亮的成绩单 可以把这个蒙市的华人参选举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这个是七席选两席 相当的激烈 就是喜瑞都市的市议员选举 那么目前呢 就只有一位华人的女性 她在竞选连任 那么因为呢 她之前被传出这个 被负面的选丰打压 所以她的竞选总部 其实这次相当的谨慎 她不愿意做大胆的预测 那么呢 一定要等到这个票开出来之后呢 才宣布我到底是不是当选 那么同样 那第一个是被负面选战攻击 很多次的这个盛盖博士 市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料 他也是很谨慎的预估 他大概这次预估 要拿到2000票以上 才能够当选 所以呢 看来这一次呢 其实呢 都可能要等到大概 晚间大概9点半 10点过后 就是到底呢 这个选票差不多 赌定8成 9成之后呢 这个候选呢 才愿意宣布是不是当选 主播 好的 谢谢洪志 至于地方选举的结果 我们将会有完整的报道 洪志也会持续在第一线 为大家做报道 请您敬请锁定